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那人和阿凯长得非常相似 只是对方只有头部和半截身体 然后那人就冲阿凯咆哮道 你的身体是我的 快还给我 此时的阿凯非常害怕 自己从小就本分做人 从来不亏欠别人什么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呢 紧接着那人传阿凯扑了过来 似乎想要夺走阿凯的身体 阿凯猛的尖叫一声 然后就被吓醒了 阿凯醒来就不敢再睡觉了 因为他怕自己睡着会继续做噩梦 熬到天亮后 阿凯就向公司请了一天假 然后就到医院看了医生 结果医生告诉阿凯 身体指标一切都很正常 如果还是经常做噩梦的话 有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 所以还是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随后阿凯就约了一位私人心理医生 每天下班后都会去做一个小时的心理治疗 结果持续治疗的一个多星期 一点用都没有 阿凯还是每天晚上做噩梦 其实心理医生也没办法了 只能建议阿凯去找其他的心理医生 由于阿凯的睡眠严重不足 白天工作也就不可避免的出错 因此阿凯没少挨脑板的批评 这天下班 阿凯就向同事倾诉了自己的遭遇 这个同事还挺关心阿凯的 医生都没用的话 要不去找个大师看看 于是同事就向阿凯介绍了一位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师 结果阿凯不相信什么大师 看了也白看 当天晚上阿凯又做噩梦了 这一次的噩梦非常真实 那个半截人死死拽住阿凯的胳膊 似乎想将阿凯的身体撕成两半 阿凯被惊醒后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胳膊上出现了几块瘀青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噩梦那么简单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的小命肯定就不保了 于是阿凯就给同事打了电话 明天去找大师瞧一瞧 隔天阿凯在同事的带领下来到了大师的家中 大师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阿凯一眼 就知道阿凯的噩梦是什么了 接着大师问阿凯 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阿凯回答 是啊 我母亲就生了我一个儿子 然后大师就告诉阿凯 其实当年你母亲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但因某种原因变成了残酷的优胜劣态 最终弱势的一方被强势的一方打败了 所以你母亲最后只生下了你一个孩子 听完大师的话 阿凯非常震惊 原来梦里缠着阿凯的那个半截人 是阿凯的同胞兄弟 知道真相后 阿凯心中也有一些悲伤和愧疚 都是因为自己 所以兄弟才不能出事 然后大师安慰着阿凯 这也不能怪你 你们在肚子里是没有意识的 哪有什么选择权 这都是世间万物的优胜劣态罢了 说完 大师在阿凯和同事的胸口贴了一张符咒 并打了一个手势 念了几句咒语 将阿凯的同胞兄弟请得出来 同胞兄弟出来后非常愤怒 一心想要夺回自己的肉身 大师尖壮不断的安抚他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而同胞兄弟根本不管这些 他也听不进去 就在同胞兄弟成阿凯扑过来的时候 大师飞起一脚 将同胞兄弟踹飞了 紧接着大师掏出一个瓶子 念了几句咒语 刷了一声 同胞兄弟就被收到了瓶子里面 此时的阿凯非常紧张 急忙问大师 他没事吧 大师笑着说 你放心吧 我会给他超度的 从这天之后 阿凯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了 故事到这儿 一直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你解忧 下次再见